大家好,我们是雅兴绣坊 今天我们来学习这种三色棉写的编织方法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不论是三个颜色还是两个颜色 我们的编织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统一看今天的视频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前面的图案有所不同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有太阳花、水草花、公字花 以及其他的类型 只有中间的图案是不一样的 但是两边的编织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今天我们统一在这里演示 这一系列的棉鞋采用的都是雅兴绣坊的专业支鞋线 支鞋线的颜色亮丽抗气球 是编织鞋子的首选毛线 采用的海绵是高密度海绵 高密度海绵不但韧性强而且回弹力高 特别适合做鞋子 另外及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视频 有新的教程会及时追踪 下面我们来具体的学习 另外大家看一下这份表格 针对每个码数起多少针制多少牌 我们都有一个建议的针数 如果大家需要这份表格可以登陆淘宝 搜索雅兴绣坊 找一下我们的客服 这份表格会免费提供给大家 上面的针数仅供大家参考一下 我们今天的棉鞋是由三个颜色组成的 所以用哪个颜色来起针都是可以的 我们取出任意一个颜色 先打一个小结 挂在针上 我们起针的方式方法有很多种 今天我们学习的是上针起针 小拇指绕线 针放在线的底下 由下往上穿 线由上往下绕 然后挂在针上 针不要动 每一次都是线 从上往下绕 挂在针上 一直重复 我们参考图纸串的针数 切好针了以后 我们拿出另外一个颜色 这里我们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以前的视频是还要织回来 今天我们是指单排 也就是一排 不是织一个来回 这样子我们后脚跟接缝的地方会更好看一些 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个要点 知道这个地方就开始换颜色了 我们换颜色的时候呢 直接把线挂在针上就可以了 直接移过来 我们整支鞋子呢 全部采用的都是下针 下针呢 就是针往下穿 这个时候短线压下长线 线由下往上绕 照线的方向一定不要错了 针往下穿 线由下往上绕 同时不用的颜色稍微拉紧一点点 全部之下针 我们把这一排快速制完 我们织完了以后 返回 继续织下针 这里注意一下 从现在开始 我们每一个颜色返回来制的时候 第一针总是上条下来不织 上条呢是针放在线的底下 由下往上穿 线拿到前面去 然后全部下针之回 好 我们红色的织了一个来回 我们把它平铺开 平铺开来比一下海绵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海绵 两面的颜色是不一样的 我们喜欢用哪个颜色呢 就用哪个颜色 我们的海绵特别柔软 而且回弹力强 很适合做棉鞋 我们在比海绵的时候注意一下 我们的织片不要太紧 也不要太松 平铺开放在海绵上面 比海绵高4到5帧是一个最合适的高度 如果发现织片小了 那说明我们织紧了 如果织紧了的话 我们可以拆掉 重新加2到3帧 或者是织松一点都是可以的 如果发现帧数 比我的织片要多很多 那我们后面在编织的过程中 可以织紧一点 也可以把它拆掉 重新编织 织的稍微紧一点 总之比海绵高4到5帧 是一个最合适的高度 不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 不论是中帮还是棉帮 一定要确定一下 我们织片的大小 在确定好了以后 我们开始织下面一个颜色 我们换色的方式方法呢 都是一模一样的 直接挂在上面就可以了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在换线的时候 每一次都是在颜色 比较多的这边开始换线 另外一边是不存在换线的 大家千万不要搞错了 这个蓝色呢 是我们刚才起针打结的部分 这里注意一下 这边每一次都是挑下来布织 换线的时候 第一针我们总是要编织的 把针穿过去 把线直接挂在上面 织过来 第二针的时候 压一下长线 一般压两到三针就不会开了 全部都是直下针 我们每一次返回的时候 第一针总是上条下来布织 上条呢是针放在线的底下 由下往上穿 线拿到前面去 全部下针之回 我们整只鞋子呢 采用的全部都是下针 不论是正面还是反面 所以这一款呢 相对来讲比较适合新手编织 我们快速针 大家看一下 我们每个颜色织了一盘 现在呢就开始换蓝色了 每一次都是三个颜色 胶体编织 深蓝色 红色 湖蓝色 三个颜色胶体编织就可以了 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一次 右手边都是第一针要织的 而最后一边是要挑的 这一部分呢我们快速织完 等一下织完这一部分以后 再学习下面一部分 大家看一下 不加针不减针的部分 我们已经织好了 我们来比一下海绵 比海绵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法的松紧 都是不一样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参考表 每一个写码 起多少针 知道多少牌 都有一个建议的牌数 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手法的松紧 是不一样的 所以一定要比一下斜帮 我们从后脚跟的位置开始固定 中心点 我们常人的离中心点 一般是十个来回 儿童的一般是八个来回 这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提醒一下大家 因为今天呢我们是采用的三个颜色 所以我们在编织的过程中 开始加针的颜色选择来打底 今天我选择的是深蓝色的打底 那我第一次加针的时候呢 就采用的是深蓝色 如果发现我们选的颜色 正好是我们打算枝花的颜色 那我们可以拆掉一排 或者是再加一排 所以这里的颜色搭配非常重要 一定要记住 我们选择哪一个颜色打底 那我们就用哪一个颜色来第一次加针 今天呢我选择的是深蓝色的打底 所以我们用深蓝色的第一次加针 前面呢都是不加针的 现在开始加针了 第一针呢总是织过来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换线的第一针总是要织的 然后加针的时候 是在第二针底下骨包的位置 由下往上穿 然后把线织过来 这就等于加了一针 每一排加一针 下面呢全部织下针 这里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最后面常人的留8到10针 儿童的留5到7针 中帮的要比绵斜帮再少2到3针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反过来 不要再织了 左手变右手 右手变左手 然后把线直接拿到前面去 第一针下条下来不织 大家注意一下 是往下条 然后一定要把它拉紧 不然中间有缝隙 然后剩下的全部下针之完 大家看到这种下针之完 然后我们再织下针之完 再织下针之完 再织下针之完 蓝色织完以后我们继续换红色的 我们从蓝色的这一排就加针了 那现在我们是第二次加针了 红色的第一针先织过来 每一次都是在第二针底下骨包的位置 由下往上穿 线由下往上绕 每一次都是在第二针上面加针 从现在开始每一次留两针不支 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全部都是留两针 然后继续左手变右手右手变左手 线拿到前面去 第一针总是下条下来布支 继续下针之弯 我们三个颜色交替编织 每一次都是留两针 这一部分呢我们快速织完 织完以后再学习下面一部分 继续下针 每一次都是留两针 每一次都是留两针 我们每一次都是留两针 我们对前面千万不要忘记加针 9两针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最后面 成人的一般是留8到10帧 儿童的是留5到7帧 成人的中帮也是留5到7帧 这里我们看一下 两边的颜色必须要一致 这里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两边的颜色一致以后 我们就开始织打底的部分了 打底是不加帧也不减帧 全部织下针 我们今天的打底才用的是深蓝色 这一部分我们快速织完 全部都是织下针 我们反过来以后 第一针是上针挑针 针放在线的底下 由下往上穿 线拿到前面去 然后下针之回 我们一排打底已经织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鞋子 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织好的鞋子 不论是绵鞋还是拖鞋 前面的花纹的编织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一二三四五 我们成人的一般是织五组花 儿童的一般是一二三四四组花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每一组花是有一二三四五五排组成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这样子才像一个一个的公字 也像一个一个的蝴蝶结 另外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这一排呢是打底的部分 另外像这一排是这一组花的最后一排也是另外一组花的第一排 也就是打底的部分呢是共用的 大家注意一下 另外我们把颜色交错开 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小蝴蝶结花的颜色呢都是交错开的 另外最前面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里呢是五针以后挑针 然后中间花的部分呢全部都是三针 另外我们中间这一排呢是七针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不论是常人的还是儿童的都是五针以后挑针 第二排呢是七针以后挑针 然后中间呢全部都是三针挑一针 三针挑一针 好下面我们来示范一下 打底的部分呢我们已经知好了 下面花的颜色我们可以随意选择 选知哪一个颜色都是可以的 一定要注意一下 不论是常人的还是儿童的 我们排花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次先织五个下针 一定要记住我们这一部分呢是没有加针的 然后挑一针 注意一下顺着针尖的方向 由下往上穿 然后以后全部都是三针 一 二 三 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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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只有第一次是五针 其他的全部都是三针 好 我们快速的把它织完 我们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最后面一般是留十二针到十五针 我们来数一下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正好十五针的时候呢 我们就不要再知了 另外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十二针到十五针之间都是可以的 绝对不能低于十二针 大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 绝对不能低于十二针 因为后面呢我们是要上到斜口里面去的 我们剩下的针数呢就不需要再挑针了 全部都是直下针就可以了 这一点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论是儿童的还是常人的 一般都是留在十二针到十五针之间 绝对不能低于十二针 反过来 反过来以后呢 我们全部还都是直下针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遇到挑针的这一针的时候 把线换个方向 从前面拿到后面来 一定要注意是从前面拿到后面来 然后挑下来 线再拿回去 继续织三针下针 每一次遇到挑针的时候 都是把线换个方向 挑下来 再拿回去 一直重复同样的动作 最后五针 我们快速织完 好 织好了以后 反过来 织下面一排 下面我们继续用打底的颜色来编织 我们在编织之前呢 把不用的这个颜色也来压一下 我们用来打底的这个颜色 这样的目的呢 就是边上的线不会拉得太长 我们在换线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一下 拉得不要太紧 如果太紧的话 我们的织片就没有弹力 上在鞋子上呢 就会偏小 这一点呢 非常重要 大家在编织的过程中呢 也注意一下 下面我们继续拿出打底的颜色 这一排开始呢 我们是起七针 一定要记住 这里呢 是七针以后开始挑针 中间部分呢 还是三针 大家一定要理解 我们来示范一下 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七针以后 挑一针 中间 全部都是三针 一 一 二 三 三 挑一针 一 二 三 挑一针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挑了这一针 正好是红色的中间这一针 如果大家发现 挑的不是正确的 那我们就退回去 重新开始 大家看一下 一定是七针以后 挑一针 也就是在第八针上面 开始挑针 千万不要搞错了 中间部分 全部都还是三针 挑一针 挑针的方向都是一样的 三针 一 这里我们要注意一下 还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面绝对不能低于12帧 一对两对三对四对五对六对 也就是13帧 如果大家发现这里会低于12帧的话 那我们这一帧就不挑了 也就是到这个地方为止就可以了 总之后面的帧数是在12帧到15帧之间就可以了 不论是成人的还是儿童的 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住 不要低于12帧 这里再次说明一下 我们看一下最后面绝对不能低于12帧 所以这里最后一帧是超过这一帧蓝色之后再挑一帧 还是提前挑一帧后面就不挑了 都是可以的 总之后面在12帧到15帧之间是最合适的一个宽度 大家记住这个道理就可以了 好我们反过来继续编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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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整的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里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是7针 好 反过来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鞋子 现在我们织的是蓝色的这个部分 也就是深蓝的这个部分 现在我们就继续重复深蓝的这一部分 我们这里是红色 也就是这一个公字 上面一横和底下一横的编织方式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一定要注意 那现在我们继续拿出红色 拿出红色之前呢 蓝色的也就是不用的这个颜色 还是继续压一下 那现在红色的和前面红色的编织方式方法 是一模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 是一模一样的 一 二 三 四 五 挑一针 一 二 三 挑一针 全部都是三针 挑一针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样子 正好和前面平行 后面呢 我们就快速的把它织弯 一 一 二 三 挑一针 一 二 三 挑一针 好快速的字一下 一定要记住 这里和前面正好平行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针是不需要挑的 和前面平行 我们这里呢是蓝色 最后一针 在这个地方 那后面呢 还是一样的 全部织完就可以了 不需要再挑了 反面继续 看到下针之下针 看到挑针 继续挑针就可以了 然后再继续 好最后面五针制好了以后反过来 这里呢再次说明一下 我们红色的部分是五针以后开始调针的 中间这个藏青色是七针以后调针的 但是中间呢全部都是三针以后调一针 三针以后调一针不论是哪个颜色 大家千万不要知错了 那现在呢我们这个工作花的部分已经织好了 现在我们继续织最后一个打底 一定要记住这个浅蓝色要压一下我们这个藏青色 打底的部分呢是不挑针的 全部都是织下针就可以了 我们来回全部都是下针快速织完 一定要记住两个工的花中间的打底是不挑针的 这个打底呢是共用的 全部都是支下针 全部都是支下针 闭上针的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一组完整的公制花 也叫小蝴蝶结花就完成了 后面我们就一直重复 我们可以近距离看一下 我们常人的和儿童的编织方式方法 都是一模一样的 唯一不同的就是中间花的数量不一样 两头的数量都是一样的 一定要记住 前面是5帧7帧5帧 后面是留12帧到15帧 然后每一次都是一个打底 我们看一下一组花 然后每一次还是打底的颜色结束的 下面我们就一直重复 常人的是织五族小蝴蝶结花 也就是这种公制花 儿童的是织四族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颜色搭配 像我们这款是三个颜色 也就是中间有两组花是用了另外的颜色 如果你的是两个颜色的话 那我们就一直重复编织这种花样就可以了 后面呢我们就把视频倒回去 一直重复 从前面五帧挑一帧开始学习 等我们制完这一部分以后 我们再学习下面一部分 这一部分呢我们就一直重复 花的编织方式和方法 全部都是一模一样的 如果不换颜色就是两个色的话 我们继续换红色 如果是三个颜色的话 我们可以拿出第二个颜色了 现在就是重复红色的第一排 五帧挑一帧 这样子正好蓝色的是一直平行的 也就是挑针的这一帧 下面呢我们就不重复讲解了 如果大家没有看懂 那我们就把视频倒回去 从五帧红色挑一帧开始学习 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们这里是五帧挑一帧 中间全部都是三帧 好下面呢我们把中间部分 制完了以后再学习下面一部分 一定要记住 如果没学会 我们把视频再倒回去 学习第一组花 我们所有花的编织部分 方式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蓝色的 结尾的这一帧 和前面是平行的 一定要记住 好下面我们快速编织 一直重复前面花的编织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花的部分已经织好了 我们成人的一般是五组花 儿童的一般是三组花 如果大家觉得中间的宽度有点偏宽的话 也可以织四组花 也是可以的 这里呢主要是看个人的喜好 另外我们这里 我们这里中间花的部分是固定的 如果鞋子偏大或者是偏小的话 主要是调整后面 不加针不剪针的这一部分 其他的地方呢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下面我们来继续编织 当我们的花织好了以后 我们还要织一个来回的打底 这样子和对面正好形成对称 再一个来回我们快速的织完 当我们的打底折好了以后 我们现在呢就开始织对面的部分 我们看一下我们最后一排呢是蓝色 所以现在我们第一排呢也要织蓝色 另外这里注意一下最后一排是几针 现在我们这里就要织几针 针数一定是对称的 另外还有要点在这里提醒大家 第一排绝对不能收针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点 只要和对面对称 针数一样就可以 然后我们返回 线拿到前面去 第一针往下调 然后全部之下针 如果这里大家针数不确定的话 可以这样子把第一排织好了以后 我们中间是两针两针一回头 我们可以数一下 1对2对3对4对5对6对7对8对9对10对11121314151617181920 也就是每一次数两针数两针 剩下的针数正好是你对面的针数 一定要记住如果最开始我们留的八针 那最后我们每一次两针两针的加 加到最后的话也是八针 所以这里呢一定要注意 第一排一定要记住永远不要收针 我们收针的时候呢是从第二排开始收针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排的颜色 对面倒数第二排是红色 那我们继续用红色 颜色一定要和对面对称 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收针了 第一针我们还是先继过来 收针的时候呢就是把第二针和第三针 两针同时穿过去 并为一针 把蓝色的全部继完 做完了以后 每一次左手边加两针上来 一 二 然后再次返回 把线拿到前面去 一个下针 一个下针 记住这里是下针 不是下针 是要针下来是不继的 然后从第二针开始继 继续编续编织第三个颜色 我们从第二排开始所有的编织方法呢 都是一样的了 每一次都是先把第一针做过来 然后第二针和第三针 两针变为一针 把红色的全部继完以后 再加两针上来 先把红色的红色料 红色制装完 红色制装完了 二 再加两针上来 先拿到前面去 第一针 下针 第二针开始全部制下针 好 我们再示范最后一次 第一针移过来 第二针和第三针 两针同时穿过去 蓝色制完以后 我们继续加两针上来 这里注意一下 如果是同一个颜色 不好区分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中间缝隙最大的这边 就是上次我们回头的地方 每一次都是继两针上来 线拿到前面去 从第二针开始继 第一针是条 我们这个时候来数一下针数 我们第一排这里是9针 第二排就变成了10针 因为我们减了一针 加了两针 所以总针数就相当于加了一针 蓝色是9针 红色就是10针 藏青色就是11针 现在的蓝色就是12针 我们来数一下 一对两对 三对四对五对六对 正好是我们的针数 也就是每一次减一针加两针 就等于总针数加了一针 所以每次是继一排 就等于针数多了一针 就是正确的 大家一定要会这一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然后后面呢 我们就一直往下编织 每一次都是在第二针和第三针上面 收一针 左手边每一次加两针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反过来以后 反过来以后第一针是挑下来不支 剩下的全部支下针就可以了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收针是在正面完成的 反面是没有收针的 好下面我们就用同样的方式方法 等一下直到最后面 留的针数和对面一样的时候 我们再次讲解 我们水草花和公主花 后面部分的学习是一模一样的 下面我们同意来学习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最后面留的针数 必须和对面是一样的 这样子我们最后面 留的针数和对面的是一样的以后 我们来数一下总针数 现在的针数正好比起针数 多一针是正确的 因为我们第一排的时候呢 没有收针 所以现在我们最后面 留的针数和对面是一样的以后 还会多一针 所以下面一排呢 我们还要收一次针 第二针第三针 两针变为一针 然后现在这一排 直到头就可以了 拿着针数 现在我们的帧数呢 就是和我们的起帧数是一模一样的了 现在我们三个颜色交替编织 一定记住 等我们的帧数一样了以后就不要再收帧了 等一下知道排数和对面是一样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收到一起去 一定要记住 像我们这里是藏青色起帧的 那我们制完红色以后 最后一排就不要编织了 我们和这个藏青色的一起收帧 收到一起就可以了 好下面呢我们就快速编织三个颜色 交替织下针和前面不加针不剪针的地方 编织方式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好我们快速编织 大家看一下 当我们两边的排数编织的是一样的时候 在最后一个颜色的时候 把另外的两个颜色剪掉 然后用最后一个颜色收尾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是藏青色起帧的 所以就是用藏青色的来收尾 两边一帧对一帧的合在一起就可以了 是正面对折 同时我们不用的两个颜色 来压一下正在用的颜色 一帧对一帧 压两到三次就不会开了 做完第二帧以后 把第一帧挑到前面去 挑过来 左边一帧 右边一帧 两帧同时穿过去 然后把后面的这一帧 挑到前面来 一直重复就可以了 另外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在收边的时候 线绕得不要太紧 不然就会皱在一起 和枝片保持一致就可以了 好 剩下的我们快速的把它合在一起 我们在收边 剩下最后一针的时候 我们挑最边缘 还是把后面的这一针挑到前面去 然后把线圈拉大 把毛线套过来 拉紧 这里注意一下 我们可以留一米左右 用于封切口 大家看一下 这样子我们最后面 正好蓝色的是一排 两边都是对称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编织教程到此结束 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家的视频 记得一定要及时关注 最后感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